本文由港剧剧透军编辑部 轩逸军作者原创斜线转载请著名 现年37岁人妻女歌手永儿 昨日终于荣生大姑奶 事关她的弟弟与女友正式拉埋天窗结婚了 认真恭喜恭喜 不过,在这样的大喜日子里 永儿既开心又感慨 她最感恩的是可以依 家人齐齐整整见证这个大日子 据悉,永儿的妈妈早年因为中风入院 身体状况一直令人担忧 虽然已经长期住院接受治疗 但情况却未有太明显的改善 而且在永儿弟弟的大婚之日 永儿妈妈的神志其实都未算苏醒状态 但在疗养院的协助之下 永母暂时坐着轮椅出院 由专人推着出席了儿子的婚礼 一家人共同见证这个特别的日子 长夜一度感人又温馨 永儿在社交网发文感慨这一切 她留言道 感恩可以一家人见证弟弟的大日子 新人致辞时脑海浮现出她有一个小豆丁 到现在成家立士娶老婆 再看看台下的父母 感动的眼泪不禁流下 虽然妈咪未算苏醒 但能够出席婚礼 我们已经觉得好幸福 感激疗养院和护士们的安排和协助 今日最辛苦应该是我老爸 虽然他是一个紧张大师 但他的意 力和对妈咪无为不至的照顾真的好伟大 多谢上天让我们跨过重重难关走到今天 之后 永儿又晒出全家福 乡中可见作为新郎哥的弟弟 带着老婆向妈妈敬就 画面非常令人动容 不少网民都纷纷点赞 并大呼很感动 在此 一恭喜永儿弟弟新婚快乐 同时一希望永儿妈妈可以渐渐好转康复 相信90后的朋友对于永儿都很熟悉 他的歌曾陪伴着一代人的青春 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 据悉 永儿原名叫做陈嘉兴 他早于2005年参加TVB与英皇联合 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夺得亚军入行 当年签约英皇旗下的永儿 备受公司力捧及栽培 2006年他就凭着自己第一首派台歌曲 感应爆红 并横扫十大中文京区及新城劲爆歌曲奖项 永儿的歌唱实力大获认可及关注 从此一炮而红